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由八字手向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不太好的鼻子 首先一个山根O线 这个山根这个部位在面向当中 是比较特殊的一个位置 这个微鼻梁的最上端 也就是起始部位,山根 在两眼之间,两眉之间是印堂 两眼之间是山根 记住这个部位的一些叫法 如果是这个部位像断了一般 这个命是极其不好的 首先山根这个位置的面向都是夫妻之座 所以说这个跟感情是有很大的影响 十有八九会出现离婚的情况 那么这个地方除了家财破败之外 那么这种人的疑心也重 心机一生当中是几乎没有什么贵人运出现 而且还常常会遭小人破坏 一生奔波劳碌 这个财运也是非常差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鼻子短 在面向当中什么叫短鼻子呢 就是说这个外形大小 跟整个脸的中庭站的尾 这个上中下三庭 中庭站的比例非常小 这就是显得鼻子比较短的 在面向当中是这个财博公 鼻子短的人在财运差 不适合创业 陪了夫人又折兵 性格上这种人呢 大多数是做无用功 这个鼻子呢 是位于这个面向当中的中庭 短鼻子这种人呢 中年运势不佳 容易惹一些祸端 那么还有就是这个鼻梁 贬低的人 那么鼻子在生活当中 我们说这个贬低呢 叫塌鼻梁 因为这种鼻腔的人呢 缺乏资讯 一生啊 劳碌 塌鼻梁的男人事业心比较差 这个一生当中财运也是主要 这个比较 这个偏忙碌 偏忙碌 鼻子扁平 鼻梁低 塌鼻子这种男人呢 容易在世界上遭受一些挫折 波折 自身能力不足的表现 如果是女人有这种 这个鼻相的话 那么主 这个丈夫不够优秀 那么女人的望夫呢 这个鼻子是夫心所在 刚才讲的这个 这个山根也是啊 那么这个地方呢 如果是说 女人自身的鼻子 也是她鼻子的话 也是容易嫁给一个 无所事事的丈夫啊 如果嫁给一个 事业发展不错的丈夫的话 在这个婚后呢 也很难把这个丈夫给忘记了 是一种典型的这种 科夫之相啊 鼻腿相配啊 一定要跟全骨相配啊 如果是说 全骨横章 又没有肉包裹 再加上鼻子比较塌的话 那么就很容易科夫啊 好了 有关这个面向当中的内容 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啊 如果是有巴子 手下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